各位好,我是永章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我們屏東市 屏東大學旁邊的一間收租套房的透天 那這間透天它的土地坪數是23.89坪 那它是二十五年的房子 然後下去重新做改建 它是將一樓跟二樓打造成四間套房 那這間房子的外觀就是我身後這一間 那我們就進來看囉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它的整體的外觀以及環境 這邊的路大概是五米的路寬 那它是火象 外觀重新都翻修過了 騎樓的部分只能停機車 那我們就進來看裡面囉 它一共目前有四顆電錶 那都是獨立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第一間一樓的套房的部分 它這些電視衣櫃書桌還有床布 冰箱這些都有了 包括熱水器還有洗衣機 空間大概都是三坪到四坪之間 空間大概都是三坪到四坪之間 這邊是前面的房間 然後後面這邊 這一間比前面那間小一點點 那一樣家電家具都齊全 這邊的出租率非常的好租 那因為屋主它年紀比較大 所以它在管理上就比較力不從心 所以想說就將這個房子給賣掉 那以這邊的租金行情呢 大概都是四千到四千五之間 所以如果以四間的套房來做收租的話 大概能收大概將近一萬八左右的租金 那當初屋主它只有打造一樓跟二樓 的這一個使用面積而已 那其實三樓還可以再去做兩間的套房規劃 只是當初它就沒有再做到三樓 那二樓這邊一樣它還是做一個 家電家具這些都齊全的套房規劃 跟一樓的後面格局是差不多的 那這邊就是三樓的樓梯口 這邊還可以再打造兩間 如果在三樓再割兩間的話 收租的效益會再更好一些 前面這邊應該可以租到四千五 那後面的房間大概可以租四千 那樓梯都維持得蠻乾淨的 它整修不到兩年 整個樓梯還蠻新穎的 那今天帶各位來看的是我們屏東市 零聲路的收租套房透天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